強調 若是他沒來高貴 我們同首相代表 相相佑 他會不斷拚 沒辦法 神明面前拜拜發誓 謝榮介要幼農跟通路商都不能反悔 否則肚子痛兩周 搞笑揭開文旦簽約序幕 訂金付了齁 這個合約就是生效了 謝榮介幫農民找出路 幫幼農找出路 五十萬訂金付上 預計九月麻豆文旦 就要出貨五十貨櫃 七十萬金到大陸 果價約三千萬元 謝榮介打選站 順便幫農民找出路 一舉兩得 這個農民很高興 而且價格是他們相互談 他是以盤口價 就是你一般你賣的最好的價錢 再加百分之十 韓流加會農流 原來通路商蔣先生 是韓市長軍校同學 也幫謝榮介助政 憑外銷訂單 不過上午農介先 到市場跟攤販擲鋼錢 各種蔬果都難不倒塌 我常吃好吃 吃得很健康 你看要煮湯 要清炒 炒肉絲也不可以 而對手郭國文 則請大咖之力 先是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又找立法院長蘇嘉全掃街 不過前一天卻碰上 嗆聲民眾還坐勢拿刀 快到快到 不受選民嗆聲影響 郭國文三八婦女節 找民進黨副秘書長徐嘉欽 也大打夫人牌 除了自己太太 還有台南市長黃偉哲夫人 大族姐妹團 沿街搶拉 女性票員 補選倒數階段 藍綠兩候選人都打巷弄戰 要將潛在選票全力催出 記者季博士 杜雲杰 SNG小組 台南報導